鲁鲁开湖了以后 综艺节目主持人讲这个讲 若为最多次又供估最多次 没有从来没有得过奖的纪录保持人 就变成了陈汉典了 这个时候要换个语气 究竟汉典会成为励志故事的传奇 还是供估界的 供估界的另外一个新的传奇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五十二届金钟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综艺大人们 吴宗憲 陈汉典 陆露 各位现场辛苦的所有电视 目前幕后的所有英雄豪杰 大家好 大家一年辛苦了 今天我要办的这个奖很特别 这是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我是个会主持的演员 但主持不容易 主持人就是要做到穿针引线 呈先起后的功能 而在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呢 除了说学逗唱之外 这个是基本功啊 个人幽默的说话的能力 还有运用语言的技巧 更显得格外的重要 人都说笑一笑十年寿 综艺节目主持人 你看看 惊人的长寿 瓜哥 献哥 玉林哥 都是哥 加起来 已经服务了一个世纪了 这些老前辈在电影视圈里面 综合了这么长的时间 霸占一幕不够 还要来霸占这个奖项 但这证明了 他们这一辈子 已经花了大把的青春 奉献给台湾的演艺圈 掌声鼓励 伴随着多少人 吃饭配电视的时间 伴随着多少人 睡觉前面看一看 能够一笑解忧愁的时间 去年这个奖项的得主 非常励志 就是Lulu黄鹿子英 值得鼓励 为什么 他在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的 这个奖项 已经连续供估了六次了 去年终于开湖 消息传回国内一阵哗然 不是 举国欢腾 Lulu开湖了以后 综艺节目主持人讲 这个奖 入围最多次 又供估最多次 没有从来没有得过奖的 纪录保持人 就变成了陈汉点了 这个时候 要换个语气 究竟 汉点会成为 励志故事的 传奇 还是 共孤界的 共孤界的另外一个新的传奇 我们继续看下去 参点加油 参点 不管今天谁得奖 明天都要继续 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得奖才做节目的 希望今天晚上回家 每一个人 每一位好朋友 记得 可以想想此时此刻 正在印度修行闭关的 宝仪姐 曾宝仪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讲座可以没有 宵夜一定要有 阿弥陀佛 都说什么这个奖项是死亡之主 每一个奖项 哪一个不是竞争那么激烈 都是死亡之主 看最后谁活得比较快乐 他贵我而已 对不 得奖的是 第五十二届金钟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综艺大人们 吴宗仙 陈寒典 露露 主持的风格符合综艺特色 节奏明快 幽默风趣 主持群适时的互补 也能将参与的来宾 融入在节目的节奏之中 让节目整体 充满轻松 幽默与流畅 恭喜 综艺大人们 吴宗仙 陈汉典 露露 黄露子音 说了我掌握时间 因为我是今年的配菜 我说了我们有鸡腿便当 有卤肉便当 有鲜鱼便当 但是我什么都不是 我是白饭 所以交给我们的主菜来讲讲话 第一次得奖的长汉典 感觉很怪 感觉很怪 太长了 太长了 我是第一次得奖 所以要感谢的人比较多 今年是我出道第18年 这个奖真的很难拿 他算是我出道的成年礼 这个奖提醒我 不要忘记我出道第一天的热情 我会继续保持这个热情 然后继续的坐下去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 谢谢评审的鼓励 谢谢三地电视台 谢谢小汤哥找我主持大热门 我也要谢谢制作人Dennis跟Ember 还有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陪我们熬夜 但是我们录得很开心 还有我要谢谢我最爱的搭档 献哥还有Lulu 跟你们一起主持很幸福很幸运 然后我要谢谢非常非常多人 我要谢谢伟中哥跟詹哥 让我有机会进入演艺圈 我要谢谢S姐跟康永哥 让很多人认识我 我要谢谢 我要谢谢曾经照顾过我的郭哥 B2哥 OD哥 大卫哥 永璇小贤 还有我的经纪人 感谢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家人 谢谢你们 给我满满的爱 然后 无条件的支持我 以上感谢的这些人 都让我觉得 我不是孤单的 就跟我的新歌一样 Solo So Long 但是这不重要 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收看 《综艺大热门》 好来来来 谢谢汉迪 谢谢秉诚 谢谢三迪 谢谢好看云乐 谢谢大人们的团队 我觉得 这个节目到现在十年了 我谢谢 这个奖 然后让我跟我台上 这两位家人 一起拿到这么重要 谢谢 谢谢 爸爸妈妈在那里 爸爸妈妈在那边 我 谢谢你妈 从22岁到32岁 这个节目 就像一趟 很生气的旅程 很像实际节目一样 谢谢你们 我这个是一个充满爱 这个是一个充满爱的 公众玩具 希望我可以通过主持 然后把这个温暖 送给你们 谢谢所有观众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综艺大热门 I HIT 好 谢谢颁奖人 恭喜得奖者